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在乌克兰南部的战况 这个战场呢是处在扎布洛州南部和顿内茨克州南部相交接的地方 首先呢我们看这幅图呢 我是从一段视频当中截出来的 视频的完整内容我还放在昨天的那个频道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就稍微等一下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利用一对装甲车 在进攻一个定居点 这个定居点呢 是新达里洛金达里夫卡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整个作战当中呢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就说这种高车身的应该是乌克兰使用的美国提供的防雷车 这种防雷车呢在进攻当中被有两辆被地雷炸到 他用它开路的 他只能防雷 他不能排雷 所以现在呢就感觉出来 俄乌双方实际上在战场上都缺乏排雷的装备 也就是带排雷 排雷离的这种坦克呀 还有装甲车数量还是偏少 所以他们可能未来 如果真的有大规模的这种反攻行动 他还需要更多的类似这种装备啊 否则你这个排雷车被炸了就是毁了 我们先看一下作战的位置啊 这幅图呢是我截出来的地理信息比较清楚的一幅图 也就是说这有一个折线的公路 在折线公路角这呢 这隐约可以看到房子 还有一个三角形的树林 根据这些特征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下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是新达里夫卡 新达里夫卡位于顿内茨克州扎布洛州交界的位置 我们要注意到乌军是从北向南攻啊 所以刚才的这幅图呢 你就可以看一眼 它实际上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啊 来看这幅图 你就能看明白了啊 这个角这块有房子 并且有三角形的一个树林 而且这个公路是一个折线的啊 这是完全能对上了 在这个方向呢 我们先看一下新达里夫卡的位置啊 它处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啊 大诺沃西亚卡的西南方向啊 在另外一个重要城市 胡里埃伯勒的东东北方向啊 也就是说这条战线是一个斜的战线了 并不是能成为一个条直的战线了 在这个方向呢 乌军实际上是对新达里夫卡进行进攻 同时啊 对大诺沃西亚卡方向啊 也是势力进攻啊 向两个方向进行进攻 好我们现在结合着下一个图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整颗战场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战斗呢 它不同于在顿念地念薄荷左岸的战斗啊 它是一个面对面的战斗 它并不是引导远程武器互相进行打击 我们可以看到在 这个大东沃西亚卡西侧的战斗当中呢 乌军使用的装备好像还有这种高车身的排列车 另外有装甲车啊 一些目标呢被击中 啊 这个视频当中呢 它很模糊 不能完全看清楚 并且最最终的作战结果呢 现在也并不清楚 俄乌双方的说法也并不一致 俄军认为呢 已经把乌军的进攻给打退了 但是我们的感觉实际上 乌军是有损失了 也就是说进攻啊 并不顺利 所以我们大家要看到啊 就是说 很多人在说这个乌军会大反攻啊 不容易 实际上尤其在这种开阔地带 就是俄军走过的路 乌军同样也在走啊 开阔地带这个装甲目标进攻的时候 很容易被对方的反装甲武器给打掉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给了一个特征啊 这个特征当中呢 他给了一 中间住一片这片林子啊 这个黄色的林子啊 我们可以用他做一个参照啊 大致确定一下啊 战场的位置啊 战场的位置呢 这个黄的这个林子是大概是这个东西啊 就是 呃大家可以到时候参考一下 大致的是这个位置 呃装甲车装甲车 我们看一下他进攻的目标啊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大的一个方向啊 也就是说目前的状态是啊 红的是俄军控制的位置啊 控制了大诺沃西尔卡啊 以南啊大部分地区 那我们对应到这幅图上 实际上大家也可以注意看一下啊 实际上大致的情况 他是以这个 这有条河啊 我是觉得有一条河分界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啊 这外侧的这都 这边这个画了黄影影线啊 这都是乌军控制的方向啊 他大概是这么下去吧 这下去之后呢 实际上就到了那个 新达里夫卡那个方向去了啊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 我们在看这幅图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感觉出来啊 乌军实际上是啊 两个方向从侧翼进攻俄军 但实际上可能这幅图并不全啊 可能在西侧呢 还有其他进攻目标 因为在每个方向实际上 你说白了啊 双方的这个投入的 力量啊 都不是特别大的啊 建制规模啊 都不是特别大 应该说 也就是排连级的这种规模的进攻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 但是呢 就是说 战场上的这种特点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 你人员的聚集程度不能太高 因为现在火炮啊 命中率啊太准确了啊 所以只能这种散开的啊 但是这 这是我们看到在南部战线上啊 规模可能最大的一次进攻啊 当然了 据说在托克马克方向也有进攻 但是我们还没看到视频 等看到视频 我们再进行一个比较啊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析到这 感谢观看